我花费巨大人力财力捧起来的女友,被狗仔曝光恋情,视频里与他热烈拥吻的男人,不是我,不久后,他挽着我家保姆的儿子,将一张卡甩在我脸上,他送我的一条项链都够买你的命了,助理打电话过来让我看热搜的时候,我正在布置求婚现场,黄英今天就会接到宋大导演的消息, 把他定为女主角,这是我送他的第一个求婚,礼物,等他到了这里,我就会正式向他求婚,然后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,我忙得满身是汉,助理却让我赶紧看热搜,我拿出手机,热搜第一次黄英恋情曝光,深夜与男子楼下拥吻,我心里一惊,难道是我们被记者拍到了? 可当我点开视频时,我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,还是娱乐圈有跟黄英同名同,姓的人,视频里的男人一米七左右,体重接近两百斤,这根本就不是我,更何况,我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,将手伸进黄英的内衣里, 我退出去刷新网络,重新看了一遍,发视频的狗仔,特意爱特了黄英,正是我女友,的账号,视频非常清晰,黄英脚腕上的纹身,看得很明显,我转身看了眼布置了六个小时的求婚现场,颓然地坐在地上,十几分钟后,黄英用自己的号,回应了这件事, 是的,我恋爱了,她的工作室迅速点赞了那条视频,还在底下评论,莺莺的男友是眷外人,希望,大家不要打扰她的生活,我颤抖着手,打开那条视频,那个男人背对谁镜头,却莫名给我一种熟悟感,我很快否认了自己的怀疑,她不可能这么做的。 门被推开,助理跑得满头大汉,手里还提着我的求婚戒指,戒指是我偷偷买的,改了无数次,我自己也参与设计,是黄英喜欢的马蹄莲主,提,我自嘲一笑,把戒指处理掉吧,助理站在门口,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我,我站起来,让宝洁来将这里清理干净, 还有,走到门口时,我突然想起来,告诉宋导,不必让黄英试戏了,我打车回了和黄英租的房子,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回到这里了,他的许多证件都在这里,所以,他一定会回来,我们在一起三年,即便要分开,即便知道他出轨了, 我还是想问一句为什么,明明前天他离开时,还在我脸上落下一吻,让我等他回来,晚上的时候,黄英回来了,包括他的助理,这几年,他的助理赵琪琪也住在这里,见到我时,两人脸上丝毫没有心虚愧疚之色,你在家呀。 我打开手机,找到那段视频,我想,我需要一个解释,黄英撇撇嘴,有些不耐烦,他还没说话,赵琪琪就率先说道,我要是你, 我就不问,直接收拾东西走人,有些话说出来,对你也是一种伤害,比如,赵琪琪眉头紧照,上下打量着我,你除了这张脸还有什么,这几年,莺莺被全网,嘿,你像个窝囊废似的,只会劝他想开一点,也就是莺莺善良,不然早就把你甩。 我算是听明白了,对方有钱呗,他不会真的以为,从三年前的全网黑,到如今的顿感力笨蛋美人,是靠自己的运气吧,我为了翻转他的口碑,可是几个亿都花出去了。 我看着黄英,你不是说自己最讨厌富二代了吗?黄英脸色有些不自然,瞪了我一眼,这种鬼话你也信,我是为了保护你的自尊,而已,有谁会闲钱多啊? 是啊,这种鬼话我偏偏就信了,甚至觉得,她是一个独特的,出于你而不然的女孩,之前的恶评,都是有人故意抹黑。 许之遥,这是二十万,黄英将一张卡摔在我身上,拿着这笔钱,离开这座城市,我冷笑几声,二十万,青春损失费吗? 我觉得不够,她脸色一变,赵琪琪像是户主的狗,开始狂吠,你别给脸不要脸,赶紧把房子退了,别逼我们动用势力,我没忍住笑出了声。 你还知道,这是我租的房子,你工资好像也是我发的吧?黄英已经愤怒至极,深呼吸一口,走到我面前,许之遥,你太看得起自己了,我喜欢你的时候,什么都无所谓。 我不喜欢你,你,在我眼里连根草都不如,我点点头,是吗?希望你不要后悔。 黄英离开后,我将房子卖了,一直都没告诉她,那个房子是我临时买的,许久没回家,回来之后,连我家的狗都差点认不出我。 我妈看到我又高兴又生气,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,我爸呢,在里面呢,许深陪着她下棋,我进去时,就看到许深哄得我爸开怀大笑,许深挤在凳子上,一段时间没见,她又胖了很多。 她说,见到我,她没有像之前那样站起来,只是微微点头,我也没有在意,我妈将我拉到房间,干嘛把许深安排进公司,你爸都有些不高兴了。 这几年,为了帮黄英,一些必须要和投资人见面的场合,我都是让许深出面的。 所以,她也是家里唯一一个知道黄英是我女朋友的人,这几年多亏了她,一边帮解决事情。 一边帮忙瞒着我家里人,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她,她说想进公司,我便求着我爸安排了一下,我和我妈正说着话,许深突然来敲门, 阿瑶,阿瑶,她之前都是叫我瑶哥的,我也没在意,都是一起长大的,借你的那两劳斯莱斯用一下,我还没说话,她就笑着解释,去接女朋友,我妈一拍手。 许深,都有女朋友了,你妈肯定高兴坏了吧?许深挠挠头,憨厚地笑,身上的肉随着她的动作摆动着,你开吧,要是我不记得放哪儿了。 她点点头,笑着走了,连许深都有女朋友了,你还不抓点姐,我吓得赶紧说自己困了,躺在床上假装睡着了,我妈气地打了我一巴掌,将门关上走了,一觉睡起来,已经天黑了,我拿着手机刷朋友圈,意外刷到了黄英,她竟然还没有将我屏蔽,她晒了几张生活照,不过她这张在车里的自拍,倒是引起了我的主意, 我将照片放大仔仔细细地看,这,这不就是我的车吗?我又看了一遍,没错啊,黄英手搭这的地方,凹进去一块,是我当初我爸用保温杯打我的时候,砸的。 正是因为这个一点,这辆车被我闲置很久了,刚刚被许深借出去开了,等等,许深开走了,我又看了一遍黄英曝光恋情的视频,原来我之前的怀疑没有错,许深绿了我,也就是说, 黄英口中的那个富豪男朋友,是许深,我家保姆的儿子,我和黄英是在四年前认识的,当时我去看八秒演出,出来后,看到一个女孩被另外一个女孩按在地上打。 嘴里还说什么,被抢了男,朋友之类的话,我本来不打算管的,可被打女孩,突然抬头看我,我认出她,就是方才跳舞的女孩,便上前制止,之后,我们偶尔会见一面,直到那天,她给我打电话说自己在医院,我赶去时,她刚做了手术,费用还没有交, 她醒来之后,一直说是有人害她,就是打她的那个女孩的富二代男友,嘴里心里都是对有钱人的恨意,确定关系后,我也不敢将自己的身份说出来,不过警察调查之后发现,是她喝了酒冲到了马路上,才被撞的,黄英却不相信,一个劲地咒骂别人,她伤了腿,不能再跳舞了,火速进了娱乐圈,只是她出道不久, 就被传出在后台山,工作人员耳光,她向我解释,说是工作人员先骂她的,这些已然无从查证,舆论压倒性地骂她,那段时间,她没有工作, 是我在养着她,之后还给她招了助理,她母亲病重,每月高精的医疗费用,也是我在出,还要让医院骗她说,是找到了热心的慈善家,黄英温柔善良,我很喜欢她,为她做这些,我心甘情愿, 之后,看她那么伤心沮丧,便自己投资综艺,让后期只剪辑她可爱的,正面的部分,又花费巨资,请所有跟她合作过的明星,出来为她说话, 半年前,黄英从万人黑,口碑逐渐回,如今,她已经是娱乐园顿感力美女的代言人了,无论她说出什么,大家都会以眉心眉肺包容她,包括知名导演宋辉的下一部S家剧,也是我投资让她当女一号的, 好在,这件事只在交涉过程中,没有确定黄英家境不好,所以她需要钱,我让许深以我的名义投资她,没想到,最后他们两个搞到了一起,花钱绿了我自己,亏我还一心感激许深这些年的帮忙,准备好好报答她呢, 她知道我要向黄英求婚时,心里一点再暗暗嘲笑我吧,不过我倒是有些期待,黄英了解许深的真实身份后,会是怎样的表情呢,我神经气爽的下楼吃饭,我爸瞪了我一眼,一天天没个正行,在她老人家眼里,只有接管公司才叫正行,赵姨端着菜过来,我随口问,许深最近在公司还好吗? 她很骄傲地说,哎呦,可忙了,都没时间吃饭,采购部这么清闲的部门,最近怎么这么忙,赵姨脸色有些难看,在我转过头时,瞪了我一眼,我爸瞥了我一眼,对于将许深安排进公司,他一直是不太同意的,赵姨对施,我爸一通诉苦。 说许深为了公司有多么多么不容易,我心里冷笑,可不是不容易吗?一边上班,一边还要装富二代挖我的墙角,不过,许深确实是个厉害人物,之前是我太小看他了,一个能因为我爸一句话,就改姓许的人,能是什么善茶呢? 只是我爸在酒醉后,责怪我不愿意进公司时,随口说的一句戏言还不如把公司给许深算了,谁知许深当真了,第二天就去公安局改了姓,这件时候,我爸也有些后悔自己的口不择言, 不过,这件事,让我爸对许深有了些不一样的看法,他专门来告诫我,别和许深走得太近,一个因为一句罪话,就将姓氏改了的人,他,是什么心思不是很明显吗? 我当时并没有在意,还觉得我爸小提大做,许深那么老实的人,能有什么歪心,真是悔之玩意啊,我爸妈就我一个孩子,他们从很早就开始劝我进公司,都被我拒绝了,我要追求,自己的美术梦,赵姨这些年,一直劝我爸妈,不要逼我进公司,我还以为她是心疼我,原来是想吃绝货啊, 爸,我爸抬头看我,顺便给加了一个下,他知道这是我最爱吃的,我想进公司,怕大,我爸妈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,赵姨就吓得将手里的菜掉到了地上,对不起对不起,他急忙地上的油渍,我爸妈正开心着并未在意,他们一门心思都在我方才的话上,真的吗,我爸激动地走到我面前,真要来,我看了眼赵姨, 当然了,总不能以后把咱家公司交给别人吧,照一动作一顿,我爸妈开心的一顿饭都在夸我,还一再确定真实性,一说要进公司,各种社交晚宴立即安排上了, 本该是我和我爸一起来的,他多年前的战友突然来找他,所以,成叔叔家的宴会,只能我自己来了,只是,我没想到,竟然在这里遇到了黄英和赵琪琪, 他们显然也看到了我,瞬间从面对其他的谄媚模样,变得一脸嫌弃,你是怎么混进来的,黄英皱眉质问我,赵琪琪痴笑一声,肯定是听说你在这里,死气白猎球来的呗,黄英往后挪了两步,好像我是什么脏东西似的,他瞪着我, 许之遥,我之前怎么没发现,你这么不要脸啊,我本来不打算和他说话的,谁知人家找上门来羞辱我,我也顺便问了一句, 你,那个有钱男朋友呢,他怎么没来,黄英摸了摸相间的宝石项链,看到了吗,这时就是我男朋友送给我的。 就这一条项链都购买你的命了,十项的就赶紧滚,买我的命,那这条项链是真的很值钱了,我还是方才的话,他为什么不来呢? 我真的很想见见他,黄英翻了个白眼,拿出手机打电话,亲爱的,他夹着嗓子,声音尖细的,像是老师指甲划过黑板的声音,我的汗毛被他这一嗓子弄得全部竖了起来,到了是吗,到门口了,黄英一边说,一边鄙夷地看我,那你快进来吧,人家等你好久了呢,挂上电话后,赵琪琪立即冲我说,你还不快滚, 等许总进来看到你,一声气打,断你的腿,我耸耸肩,无所谓啊,我见面一条,说吧,我拿出手机给许申发消息,我在成家的生日宴发送结束后,我告诉黄英,你男朋友不会来了,怎么可能,他的话音刚落,手机就响了,什么,肚子疼回家上厕所了。 黄英还没有问明白,对方就已经挂了电话,我忍不住笑,许申这个耸货,还以为他有什么高明的两全之策呢,竟然说自己的肚子疼,黄英看到我笑,脸色瞬间铁青,我帮他找拨,理解理解,有钱人都不习惯在别人家上厕所的,赵琪琪立即点头, 对啊,对啊,有钱人嘛,都有。 他没说完,被黄英一个眼神瞪回去了,我怕引起别人的注意,憋笑憋得脸都疼了,我几乎不参加这种宴会,所以很多人都不认识我,很好,我目前还没有完全适应社交,这次来参加的还有许多娱乐圈的人,明星也不少,大门被打开,人群瞬间一阵骚动,我抬眼看去,原来是薛琴制作人啊, 他也是宋辉导演这次的制作人,宋辉和我认识很多年了,但是这个制作人,我却是从未见过,黄英见到他,像是苟见了肉包子,立即上去献殷勤,薛琪很显然不是很认识他,这次的项目,我是让公司直接投的,不是由许申出面,薛琪不认识他,也很正常,薛制作,我什么时候去试戏,薛琪一愣, 宋辉导这部戏嘛,黄英立即点头说是,薛琴笑笑,这部戏实习选角已经结束了,明天就开机了,黄英脸色瞬间煞白,都开机了,怎么没人来,通知我这个女主角呢,薛琪愣住了, 让黄英做女一号,是我和宋导的约定,制作人并不知情,黄英的声音太大,许多人都看过来,还有人窃窃私语,之前说,宋导有意选他,当女一号,原来是吹的,习惯了,用宋导给自己抬咖呗,我就说,宋导眼光怎么变差了? 看上他了,黄英气得脸都紫了,他等着薛琴,咬牙切齿地说,你知不知道,这部戏是我男朋友投资的,我让人吵了你,薛琴在娱乐锤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,什么潜规则没见过,他当即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, 您男朋友是,许氏集团,许申,黄英回答的质地有声,血清眼珠子飞快转动,片刻后松了一口气,许氏集团管理层并没有一位叫许申的人,黄英如遭雷劈,身形现了晃,赵琦琦急忙上前将人扶住,我再次帮他找播,很多富二代都不会在自家公司挂职的,有钱人都爱享受生,活, 黄英听到我的话,很明显松了一口气,脸色也好了很多,不知道是安慰自己还是什么,他点头喃喃自语,肯定是这样的,对对对,是这样的,我转过头,不想让他看到我眼中的笑意。 宴会快结束了,我也打算离开了,至于黄英,我并没有打算真的去报复他,将许申当成大款,然后抛弃了我,对他应该就是最大的报复了吧。 可是,我愿意放过他,人家却不愿意放过我,我正要离开时,黄英突然大喊了一句,我的项链不见了,我的项链丢了,说着,将目光看向了我,我叹了口气。 意思是,黄英捂着脖子,楚楚可怜地看向众人,这条项链,是我男朋友送给我的,一百多万呢,我知道你赔不起的,你只要还给我,我不会追究的,赵琪琪立即应喝。 听到没有,莹莹已经这么说了,你还不拿出来吗?看着他们俩笃定的眼神,我知道项链一定在我身上,我没拿,赵琪琪冷笑,小偷一般都这么说,调监控吧,我的话音刚落,一个服务生就上前解释,先生,监控坏了。 我轻笑,这么大的酒店,这么重要的场合,监控坏了,把你们负责人找出,来,黄英讽刺地笑了一声,你以为你是谁啊?你一句话,人家负责人就出来见,你,我也放平了心态,直接问他,那你想怎么样? 他眼中闪过一丝阴毒,只要你跪下,向我道歉,我就当没发生过这件事,我看着他的眼睛,突然觉得自己,好像不认识他,我印象中的黄英,善良,温柔,倔强。 对别人永远都是笑呵呵的,是我的眼光太差,还是他太会伪装,整整三年,我竟然一点也没有察觉,就连他出轨,我虽然生气伤心,也只是觉得他的家境所致,他很需要钱,但是此刻我发现。 其实他骨子里就是坏的,贵啊,你知道偷到一条百万级的项链是多大的罪名吗? 他的目光咄咄逼人,又带着得意,只遥,程叔叔拨开人群快步走过来,程叔叔,程叔叔笑着拍拍我的肩膀,看了眼围着我的人,这是怎么回事啊? 有人说我偷东西了,笑话,程叔叔用最大的声音说,许氏集团的少爷需要偷东西,你要什么美? 有,黄英以及周围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,尤其是黄英和赵琪琪,吓得变了脸色,瞳孔微微一震,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。 你,你是许氏集团的少爷,他结结巴巴地问道,那你,你怎么也不告诉我?那,我没有回答他,而是对程叔叔说,叔叔,有钱人也有偷盗的,我觉得还是报警,比较妥贴一点。 程叔叔愣了一下,笑起来,行,那就报警。 别,别报警,我,我,知遥,别报警,黄英又拿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,看着,我,这次他的眼泪没有丝毫让我心疼,只觉得虚伪,方才的服务生立即上前说,监控已经修好了,我也没打算为难他,点点头,那就将监控投到大屏幕上吧,这样对谁都公,平,不,不,我没有, 丢东西,是个误会,我看着他的脖子,不,你丢了,服务生已经眼疾手快地将监控投到了屏幕上,监控里,黄英将自己的项链取下来,交给赵琪琪,赵琪琪则是找到我,故意撞了我一下,将项链放进了我的口袋,对,是他,黄英立即尖叫着,指着赵琪琪,我只是让他保管而已,他却陷害,你, 都是他干的,赵琪琪瞪大了眼睛,没想到自己会被推出顶罪,他脸气得胀红,将两人的事情,一股脑全部说了出来,栽赃我,收买服务员,甚至包括抛弃我,投奔有钱富二代,所有的事情都曝光在,众人眼皮子底下,赵琪琪,你他妈的, 黄英竟然不顾自己穿着小礼服,冲上去就和赵琪琪扭打在了一起,我走的时候,黄英追出来,许之遥,你为什么要骗我,因为你曾物有钱人,出于你而不然啊,他听出了我这话里的嘲讽,红着眼眶,眼睛睁得大大的,我男朋友也很有钱的,你别以为全世界就一个有钱人, 我点头,那就祝你们百年好合喽,说吧,我也不再看他,直接坐车离开,宴会上,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录像了,黄英马上就会上热搜,恐怕我被戴了绿帽子的事情,也会出现在热搜上 果然,第二天早上,热搜炸了,黄英好不容易扭转的口碑,瞬间跌入谷底,正在参加的综艺,也紧急将它剪掉了,带波具无限期被压,火了不到半年,就凉了,娱乐圈的人都很会审视度势,见黄英背后没了靠山,立即出来爆料,我这才知道,黄鸟竟然瞒着我这么多事, 之前他直播无意间提起一个工作人员骂他脏话,那个工作人员被网报到住院,他却一副好人的面孔,在镜头前哭得梨花待雨,求大家不要去网报对方,我当初怎么就没看出他眼泪的虚假呢,他被铺天盖地的骂声淹没,甚至有人去公司,还有他家赌他,不过,这不热搜,给我家的公司带来了巨大流量, 就连我的小画廊也成了网红打卡地,我真是哭笑不得,我爸妈也知道了这件事,怕我心情不好,一直没有催我进公司。 还是我主动提起,他们才宽慰了不少,只是,我的公司里还有一位仓鬼,我进公司三天,办公桌,电脑都还没有买回来,我每天就坐在凳子上看窗外的风。 井,我和许申从小一起长大的,他有一条腿是瘸的,也是在给我爸开车期间出的事,虽然是他有路怒症,冲动之下追尾了,还害得我爸得了脑震荡,但是,他的腿,毕竟这辈子都不能好好走路了,我们都有些愧疚。 所以,我等到第四天才去找他,他不是采购部的负责人,但是他姓许,又是我爸亲自带进来的,所有人都摸不准,他的身份,采购部就成了他的天下,我去找他时,他正翘着二郎腿看去,磕瓜子,许身,他侧头看我,嗯,我也没有生气。 我的桌子和办公用品呢,他将瓜子皮土到地上,再买了,我半个小时后就要,他不耐烦地责了一声,你是少爷不懂这些,哪能你想要就能要的,他看着我时,眼中带着些挑衅,我点点头,采购的人,不能采购了是吧,他怂怂间,没有说话,好,许身,你被开除了,许身艰难地站起来,微微眯眼。 我是董事长带进来的,你敢开除我,我敢,我立即喊来人事经理,告诉,以后公司,没有许身这个员工了,人事部经理跟着我爸时间最长,点头说。 知道了,许身七的胸口上下起伏,脸上的肉抽搐着,拿出手机给我爸打电话,许叔叔,我为了你断了一条腿,你不想要我可以直说,没必要这么羞辱我,他钻截了拳头瞪着我。 不说话了,我爸也匆匆赶来,跟采购部经理了解完情况,又看到这一地的瓜子皮,眉头紧。 周,许身抢先恶人先告状,许叔叔,我当初为了你连腿都肚了,没想到阿瑶一来攻,私就找我的麻烦,要开除我,我还留着干什么,我走好了。 没想到我爸直接说,那你走吧,啊,许身瞪大了眼睛,我爸叹了口气,你的腿是怎么伤的,交警那里都有记录,需要我帮你调出来回,一回一马,许身听后不敢说话了,微微低头,我心里想笑,他不会真的以为陪我爸下了几盘棋,哄得他老人家笑一笑,就能娶,待我这个亲儿子的地位吧。 我爸语重心长地说,你能进公司,是阿瑶求着我的,我也想着你母亲在我家工,做了许多年,我对你也是能不管就不管,没想到你现在为难到我儿子头上了。 我爸看了眼周围的人,朗生呵斥,我徐海林的儿子,是什么人都能欺负的,妈,这话也是说给众人听,为我以后在公司树立威胁,众人议论纷纷。 原来他是许总保姆的儿子啊,每天跟个大爷似的,我以为是哪家的少爷呢,我看了眼身后的助理,去把财务部总监叫过来,我今天要查账,我的话已出口,许身瞬间白了脸,身体微微颤抖。 我爸看我这架势,非但没拦着,还露出了欣慰的笑,财务部当即核对账目,采购部这个月有将近两百万的账目对不上,大家都是人惊,这个时候了,可没人顾着什么面子,许身这段时间做的事都被抖了出来,他贪污的钱,可不止两百万,送给黄英的项链就要一百万。 报警吧,许身扑通一声跪下,姚哥,别报警,我知道错了,你看在我们一起长大的份上,别报警,钱我会还上的,我冷笑几声,你还有脸说一起长大的情分,你和黄英搞在一起的时候,怎么不,想着我们一起长大的情分,他缩着脖子,身体不住地发抖,从小到大,他每次受欺负, 哪次不是我替他出头,他高中没毕业就辍学,也是我求了我爸让他给我家开车,没想到啊,帮着帮着,帮出仇怨来了,我爸拉了拉我的胳膊,让他把钱还上,这几天很多人都盯着咱们公司呢。 报警,对公司印象不好,我知道了,许身一听我不报警了,恨不得给我磕一个连滚带爬的跑了,照一听说,不让许身在公司干了,瞬间耍起了脾气,做饭时。 东西摔得震天响,其他的佣人劝了几句,被他指着鼻子骂哭了,我妈一开始,本着和气生财的院子进去劝说,也被阴阳怪气了一通,她哪里受过这个气,当即开口, 赵姨,你搞搞清楚,是你儿子偷了我家的钱,还欺负我儿子,我们没报警,已经是很宽容了,你再给谁耍脸色,赵姨知道我妈的脾气,赶紧将弄乱的东西收拾好。 夫人,我,我是生阿申的气,我妈不相信她这些鬼话,你要是还想干就老老实实的,不想干现在就走,有的是人替你,哎,我知道了,以后不会这样了。 她跟我妈请了一天假,晚上回来,她喜笑颜开的,还为之前的事情道歉,毕竟她在我家干了这么多年,谁也不可能真的怪她。 晚上睡觉时,我听到书房里有动静,没有理会,第二天一早,我爸就问我,昨天有没有打开她的电脑。 没有,她眉头一照,你帮我看看,是不是有人拷贝了这份文件,我查了一圈,告诉她,是,赵姨这时候过来,弱弱地问了一句,是,丢东西了吗? 是啊,赵姨昨天晚上,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,她急忙摆手,没有没有,我可什么都没听见,我笑笑,没事,查监控就好了,照底脸色一变,书房里不是没监控吗? 我笑了,你怎么知道,是书房丢了东西,她眼睛飞快地转动,最后说了一句,我猜的,我也不和她计较,还好心告诉她,书房装监控了,就是在你出去那天装的。 她呆愣在原地,脸色惨白地像纸一样,眼睛里透着恐惧之色,赵姨,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? 她的嘴比许身还硬,立即摇头,没有,什么都没有,我笑着点头,那只能报警了,话说到这份上了。 她依旧不打算说实话,无奈下,我只能说,那份企划书虽然是去年的,但是偷盗就是偷盗,还是报警,妥当一些赵姨眼睛瞪的老大,什么,去年的,我点头,是啊,拿到他的人肯定气炸了,如果是花钱卖的,那卖出去的人可就,倒毒了,赵姨猛地后退两步,通得一声摔倒在地上, 她没来得及喊疼,电话就响了,阿深,那份,什么,在医院。 许身将我们的企划书高价卖给了对手公司,结果却是去年的,对方以为许身和我们串通了要他,故人将许身案在巷子里打了一顿,不是很重,不过也要躺一段时间了,赵姨做出这种事情。 自然是不能在我家待下去了,我妈看着赵医生开后,有些疑惑,好好的人,怎么就变成了这样呢? 一句话,让我们一家三口都沉默了,我也很想知道,好好的人,怎么一眨眼就变了一副面孔呢? 许身一直都是老实憨厚的样子,我们都怕他在外面被欺负,我爸妈还经常嘱咐他,如果被欺负了,一定要告诉我们,赵姨做事周到,性格又好,小时候他很疼我的。 所以,他被前夫打的时候,是我爸妈出钱,让两人离了婚,可是,帮着帮着,他们竟然开始算计我们了。 哎,我们齐齐叹了一口气,第二天,我刚走进公司,助理就过来说黄英来了,他怕对方大吵大闹,所以将人带去了我的办公室,知道了,我推开门进去,黄英立即站起来,他身上穿着一袭月白色长裙,让我有些恍惚,我之前给他买过一条。 不过他身上穿的,应该是新买的,我买的那条,早就被他扔了,支遥,你来了,我给你买的早餐,都是你爱吃的,有事吗? 他没有说话,滴滴啜泣起起来,一边哭,还一边偷偷看我的反应,见我没有理会,他止住了哭声,轻声咳嗽。 支遥,你最近过得好吗?我没时间陪你好,他立即红了眼眶,你以前从来不会这么和我说话的,我有些不耐烦,拿起电话准备叫保安,他却开口,支遥,对不起,他快不走过来,眼泪汪汪的看着我。 支遥,我之前离开你和许身在一起,是破,不得已的,我放下电话,所以,你是被强奸了,需要我帮你报警吗? 不不不,他连连摆手,我知道你喜欢自由,那个时候,我已经有了名气,你自然也会曝光在媒体下,所以,还不如我来做这个恶人,成全你的自由,我差点为他鼓掌,这么鬼扯的一段话, 他说的T四横流,我点点头,所以你今天找我是,我想了很久,我最爱的人还是你,你也爱我对不对,我知道之前的一切都是你,做的,我们忘记之前的不愉快,重新开始,我一定会好好爱你的,我没忍住,突吃一声笑出来。 黄英,你可真敢说啊,他一脸期待地等着我的回答,黄英,你太看得起自己了,之前我因为我喜欢你,所以,我愿意包容你的缺点,在你身上花费几个亿,我眼睛都不会眨一下, 但我不喜欢你的时候,你在我眼里神,么都不是,这话是他当初说我的,如今我还给了他,知遥。 我真的知道错了,人都会犯错的对不对,难道我就真的这么不可原谅,么,我叹了口气,在你让我下跪道歉的时候,就应该想到,我不穷追猛打的报复,你就已经是很善良了, 我刚说完,他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,只遥,你救救我,只有你能救我了,他几乎是放声大哭,拉着我的袖子,不肯撒手,我妈昨天因为没有钱治疗,死了,我的钱都用来赔偿违约金了,许身那个王八蛋,他,他,他用那些照片背我,去陪一个老头子睡觉,那个老头还是个变态, 不知道多少小模特折在他手里了,知,遥,只有你能救我了,求你了,他不停地晃动着我的胳膊,祈求我,我会好好报答你的,求你救救我,我慢慢抽回自己的手,冷声告诉他,这些都是你自作自受,他颓然地跌坐在地上,无声地哭泣着,我打电话叫了保安进来, 让他们将黄鹰拖走,有那么一瞬间,我想帮他,但是,如果今天是我这样求他,他会帮我吗? 不会的,无论是黄鹰还是许身,都不会对我示意援手,他们只会在我快要跌入悬崖时,狠狠踩上一脚,黄鹰被拖走的时候,没有反抗,他的绝望地闭上了眼睛,没有看我,黄鹰又回到了许身的时候。 他的公司宣布,他无限期退圈,赵琪琪被分给了另一个女演员当助理,那个女演员脾气是出了名的差,经常有打骂助理,让助理贵士服务的热搜出现,但是,他后台硬,演技又好,时间久了,也就没人说起这些了。 不过不久后,赵琪琪就被拍到,再给那个女演员跪着穿袜子,系鞋带,许身害怕我真的报警,半年内就还清了那几百万。 只是,我不知道他的钱是怎么来的,直到那天,一个朋友说,你知不知道许身和那个黄鹰被抓了? 啊,什么原因?他神神秘密地说,敲诈勒索,原来许身还的那些钱,都是他和黄鹰仙人跳得来的。 不过这次,遇到了一个硬查,两人被对方打了一顿不说,还报了警。 警方调查之后发现,他们这段时间,敲诈金额特别巨大,立即立案。 几个月后,黄鹰和许身分别被判了七年和十二年,自从儿子入狱后,赵姨就疯疯癫癫的,我妈还是心软,出钱将人送去了养老院。 那天之后,我没有再见到黄鹰和许身了,几年后,我在家人的安排下,认识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孩子,我们相处下来,觉得对方都很合适,于是订婚结婚。 婚后,我翻看她高中时候的照片,才发现她藏着我的画,她竟然暗恋我近十年,我爱她的同时,也心疼她这十年的等待。